库里居所啊 就是他接受采访 也讲了 就是说我在之前 做这个主持人呢 得提前准备 怎么准备呢 打电话给老前辈 当时有佩顿万宁 佩顿万宁呢 他以往已经主持过五届 ESPY的这个班警家里了 佩顿万宁就跟他讲嘛 就你可以讲一些笑话 这些笑话呢 有的现在听起来啊 还是挺有效果的 比如说凯文·多兰特 对不对 加盟女子体校队 现在呢 格林公司行政闭环 你还可以抓住 多兰特这个点呢 像他这种人 如果说你讲他的玩笑呢 一方面活跃现场气氛 每个人都很欢快 对不对 这就是说啥 欢声笑语 共居一堂吗 这么一个好的颁奖盛典点呢 其实挺适合 再者一点呢 你这个调侃两局多兰特 对于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呢 也有好处 有教育意义 让年轻人看到 就这种当年的投敌相将 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是一个让所有人呢 随意拿他言语取乐的 这么一个笑料了 就成为啊 他成为啥了 呃 拉夫德尔了 就海贼世界当中one piece了 笑料 对不对 他最终成为笑料了 这就是卡文·多兰特 有说啥呢 竞技体育 你不能本末倒置 要不然的话 最终你发现脑海当中 想要追寻的那一片宁静啊 追逐的最终保障 如果急拱近利 去了发现一个纸条 笑话 对不对 你就是个笑话 当时傻了 不然就傻了 他现在一回忆 整个职业生涯嘛 加盟勇士 是他一生之死 当时他就死了 他是这么讲的 他就这样 追寻自己 内心当中的梦想 急拱近利走了捷径了 加盟进入勇士了 现在这就使得呢 他的三段职业生涯履历 即便是在蓝网队 他就没怎么干正事啊 但在蓝网 都比这个在勇士体面 比方说在勇士 拿了梁冠菌来 但在勇士队 恰恰是他职业生涯 最污点的一段历史 最没能耐的一段历史 当打之年MAP 28岁巅峰期 加盟投敌 没有给老东家留下 任何一定点充剑资产 加盟投敌 绝对是历史的 找到唾弃的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他就是追逐来追逐去 最终发现 发现了ONE PIECE 对不对 找到了 发现 你就是个笑话 当时杜兰特 精神崩溃了 要不怎么说 现在精神崩溃了 杜兰特 所以佩顿曼宁当时就说 斯顿库里 你如果说现场调侃杀杜兰特 挺好这个事 于公于私都属于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小年轻人 让他们未来组壮成长走正道 也有教育意 但是库里 婉颜谢绝了 库里还是念旧的 没有办法 哪怕说这个人 再怎么劣迹斑斑 当年是我队友 一天是我队友 你就一辈子不是阿猫狗 哪怕你真是 你在我眼中也不是 这就是斯顿库里 人品的差距可见一把 这就是他俩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